书接上文 上回书说到霍尔斯托夫恩氏赵玉堂 把赵玉堂还推荐到哈尔滨火车站上当人夫头 二三百康夫脚夫我都有力气 这帮人呢 闲着没事凑的一块就喝酒啥钱 有能的人也不少 暗含的就有不服赵玉堂 怎么小白脸二十郎当岁 仿佛刚撂下书包大学生似的 还管我们 这帮人不好驾驭 大家伙凑个工份请赵玉堂喝酒 吃着喝着 酒席眼前提出来 您得露一声 赵玉堂一琢磨 这怎么露啊 我这能耐都在跑上 我就是快啊 这正想着就听远处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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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会儿那火车呢 没有那么快 但是在中国地义来说 火车是个新生事物 大家伙 还是认为火车很快 因为当时最快就是马 这火车 比马当然跑得要快 开过一列火车了 赵一堂一看这火车 是二德兰奇 往过开 他一扬走 众位 要想看赵玉堂的功夫 你们跟我出来 顺和酒这屋子全出来了 二比多位 全都跟着赵玉堂 赵头 您来一趟什么呀 开那铁道没有 这是站台 对过也是站台 当家是铁道 这火车开过去 我 到站台那边去 越过铁道 往那边那站台上站着 大伙一听 这叫什么能的呀 我们也能过去 没听明白吗 我在这个火车行进当中 我顺着火车 两截火车当下 这份过去 大家伙一听 这可悬了 哦 火车这开 您窜到火车上去 这个恐怕还有可能 这帮人也没见过 铁道游击队呀 拔火车不算什么 但那也得在火车 稍微慢一点的 一般拔火车 都得在火车拐弯 减速的地方 或者上山上坡的地方 拔火车 真要说 这下坡或者大直道 火车全速前进 都是不好拔 您各位是没巴过 我也没巴过 但是我听巴过的人说过 这个八火车也是挺困的 得讲的时间地点 这尽头都得掌握好 但您要说 您这火车开的 不是八火车 蹿过去 站到铁道那边 站台上 这是不是有点悬了 咱说这清朝末年的书 谁见过这 谁大伙不信呢 照头您 大伙刚要说 这火车 已经到跟前了 赵一堂的身形一化 没了 大家伙全趴下了 干嘛找赵一堂 顺着那火车 鼓励往那边看 也没看见 这火车 完全开过去 大家定睛往对关一瞧 那边就一人赵一堂 笑吗一的 在铁道那边站着 大伙一看 真过去了 赵一堂 蹦下站台 顺铁道走过来 到这边又蹦上来 大家伙都围过来了 赵桃 您怎么过去呢 怎么过去呢 这不火车一来 我就上了火车了 火车两截当件 有空单 我就往那空单上一贴 那火车不就把您带走了 别忙了 我翻身上火车底 然后我又到第二截 跟第三截当件 要待一会儿 这火车太慢了 我都快睡着了 然后我又上了车底 到第三截 第四截中间 又睡一小觉 大伙一听着 哪那么开心呢 直到这火车快过去 我看你们都在底下找 我就贴到火车上了 哎 这火车完全过去 我一蹦 蹦到那边去了 大伙这才心服口服 才福气这位 人夫头赵玉堂 赵玉堂 有了正经差事养活娘 他的钱还用不着 霍尔斯托夫 从自己的工资里 给老太太拨出钱来 老太太很感激 这霍尔斯托夫 告诉赵玉堂 一定得好好干 得对得起这俄国人 但是想自己的娘的人 就是想赵玉堂的 舅舅刘振生 赵玉堂干的这工作 接触人很多 他手里管着 人也哪人都有 而有的人可就打听出来了 说在天津 出了一位大侠 叫霍元甲 霍元甲的首徒 叫刘振生 托人打听 一打听啊 也是山东园籍的人 是不是我舅舅 不知道我 老太太也想 干脆请个长假 让人伺候着老太太 赵玉堂 下趟天津 来找刘振生 怎么那么巧 霍元甲 刘振生 跟着魔霸 要上武清线 找鼻子里去 各位这书可就勾成了 说了很长时间 咱都没提到 这档子事 我怕您忘了 给您温习温习 就是在天津城外 遇上的赵玉堂 这才把赵玉堂 带回家里 生就两个人见了面 见霍元甲把以往的情况 这么一说 自己现代的这个境遇 刘振生很感慨 没想到外上 出落的意表人才 身怀绝技 有这样的能为 自己当舅舅的 还不如他呢 自己的同胞姊妹 现在虽然说双眼失明 但算是有一个好的归宿 刘振生感到很欣慰 心里面还稍微痛快一点 好啊 霍元甲听完了 也感到很奇怪 没想到刘振生的外甥 有这么大能耐 游戏之间吧 唐儿 你 这能耐说了半天 你露一手我看看 哎呀 舅老爷 您家没有那么方便的火车呀 不是没有 霍元甲一听 那演不了 你就随便的 往房上窜窜 给我看看 好吧 好字说完了 这八字应该出来 霍元甲眼前一花 赵玉堂人已经没了 猛然间一抬头 对面房上终极正当价 赵玉堂在那站着呢 冲着霍元甲一招手 救老爷 霍元甲一抬头 啊 十几二十让已经出去了 在眼前一花 牙脚没动圆地 又在自己面前站着 哎呀 霍元甲高挑大指 罢了罢了啊 中国的功夫真讲不到 说绝顶 谁也不敢说练到头练到家呀 小小的赵玉堂 有这么高的能为 要论把式 不见得赵玉堂有多厉害 真动其手来打人 谁都不怕 可就他这手能耐 眨眼之间 十几二十仗 打来回 连脚印都没动 还是刚才站这地方 这个能为太高了 希望孩子你用的正途 用的好的地方 在这个俄国大侦探的手底下 好好的干 对得起你爸爸 对得起你妈 对得起你舅舅 你舅舅在我这儿 你放心 回去 见到你的母亲 也千万的替我多问好 送给赵玉堂很多东西 自己回家过年 让刘振生 带着赵玉堂在天津 逛这么一天 天津过年很热闹 我就不给您细说了 惦记着初二 跟武清县的鼻子里有约会 这个事不能不提啊 所以初一 祭完了祖先 跟自己的父亲霍恩帝说好了 可又回天津 由靖海县回到天津 当夜无书第二天 初二一大早 刚跟刘振生商量着 把赵玉堂打发走 好跟这个摩爸 一块去 应这个约会 摩爸来了 一大早就来了 见过霍老师 啊 振生大哥 咱们头娘那约会 准去啊 您那外甥孙子 这不待两天要走吗 把赵玉堂给喊了 赵玉堂很高兴了 恋恋不舍 刘振生也花钱买的东西 霍元甲也花钱买的东西 都让赵玉堂带回哈尔滨 赵玉堂可就走了 一直到了民国多少年 赵玉堂还在哈尔滨的车站上 当这人夫头 那么后来就没有消息 这个赵玉堂 咱哥先不提了 单说霍元甲 见这摩爸 我得准备好了 跟你就走啊 让人准备东西 这摩爸 单打刘振生 我就叫的一边没人的地方 振生大哥 咱俩打那赌 还算不算 当然得算 那能不算吗 你后悔了 我没后悔啊 我 我回去又琢磨琢磨 咱俩这合同里头啊 有漏洞 刘振生一听 有什么漏洞啊 他是那么着 这个 卓比说 你师父到了我那了 他俩人没打起来 这算咱俩谁输 谁赢啊 那就谁也不输 谁也不赢 就拉倒吧 别拉倒啊 咱这么 我说你听啊 到那如果 俩人没动手 要是我师父先提出来的 你师父不敢打 算你师父输了 要是你师父先提出来的 我师父不敢打 算我输了 你看这行不行啊 刘振生一琢磨 这没法比 怎么 我师父又年轻又是客人 到这跟这鼻子李老头一见面 鼻子李老头要提出来 比划比划 我师父肯定得推辞 一次推辞 两次推辞 到第三次 李福东说了 那咱不打不打吧 我输了 我师父跟他师父一客气 我这一所房子六间没了 六间房子没了是小啊 让他说我后半辈子 拿这事切合我 再见着这个 磨霸 我算抬不起头来 这口不成 那么八大哥 我师父啊 这为人谦逊 跟您说 到那你师父即便提出 跟他过过手 他也有可能很大面 他不动那手 这个我是想得到的 不见得不见得 这个我不能认输 总要两个人动的手 见个高低论个输赢 才能定咱俩人的输赢 那行 到那咱们见机行事 要俩人不动手 算咱俩谁也不该谁 这倒可以 俩人又把这个 打这赌啊 又着不一回 定得更慈喻了 火焰家这也准备好了 道路很近不到一个时辰 到了 到了武清县乡西 鼻子离李富东的家 磨霸进去回禀 一会儿的功夫 跑出来 引着二位往里走 就看屋门外都站着俩人 相貌丑陋 鼻孔翻天 鼻毛往外 滋着掌的 甭问 这就是李富东 火焰家赶紧抢步上前 哎呀老前辈 恕原家 我苏在身 不得早日登堂拜见 今日特来给您拜年 老人家一向可好啊 说着话往下就作一 李富东两步跑下 台阶伸手 一掺和原甲 砰 书中交代 暗含着这个李富东 可就史上尽了 您琢磨琢磨 李富东天生的神力 打几岁 在外猛摔跤 他父母传给他这个摔 他就没有敌手 他可有劲了 后来又跟着老师 汪东霖学内外两科的功夫 别看岁数大了 他这一把钻 一般人挨不住 你不给我做一模 我不让你做 看着是科技 实际 暗含着可用着功夫呢 李富东伸出自己两只大手的 一架货原甲 不可如此多礼啊 那货原甲能感觉不出来呢 货原甲明着是作一一看的 哎呦 老头给我史上尽了 双臂微微这么一震 可就把李富东两只手给震开了 自己也就没往下扮 哦 是是是 两根都绝出来了 对方的履历过人 劲头太大 来来来 年少的英雄 霍四爷 我给你引剑引剑 说的话用手一指 门外他不站俩人吗 还一老头 一小老头 这小老头穿泥破棉袄 往这这一站 也看不出有精神来 来来来来 霍四爷 我给你引剑一剑 这位是江湖奇人 王老头 官家一听 这什么名字 王老头 我怎么听着像炒瓜子的名字 哎呀 这这这名字怪 就叫王老头 本身就是老头吗 姓王就叫王老头 哦 这位老前辈您好 就看这王老头 揣着这破棉袄 这绣 往这一站 抬眼皮 看了一眼霍原甲 哎呀 我活了八十多了 我这一道 笨天津来 逢人就说 御人就讲 大伙都跟我说 天津出了个少年的英雄 叫霍原甲 原来就是您哪 八十多岁人 行将就目开了眼了 好啊 据说您的外加功夫 以临绝顶 年轻有为 叫老头 我很佩服 好 有出息呀 这两句话 说的霍原甲 有点懵 怎么 也不知道 他是工尾啊 也不知道 他是 嘲笑自己 这两句话 说的不冷不热 老前辈多指教 多指点 老头说完话 转身一屁股 可就进来 往这这么一坐 这样 李副东才把 霍原甲带进来 分宾主 落座 留枕生 魔法 在两旁 势力 有外人在 这不能说俩 比武的事 就要互相 寒暄寒暄 介绍介绍 给霍原甲 说出王老头的事 给王老头 说出霍原甲 的事 说到这儿 咱们得把霍原甲 跟李副东 比武 还得往后哥哥 那说为什么 侠义英雄传 就是以大刀 王武跟霍原甲 两位 为主线 引出当时的 这些个奇人 异士英雄豪杰 咱们得说说 这王老头 王老头 是今年84 这确实是个老头 在过去来讲 说这人哪 人活七十 古来兮 上年岁人很少 能活到七十 就是老神仙 老兽小 那么这个王老头 活到84 在南方 很有名望 可是他这个名望 是七十多 才开始有的 才闯的牌子 原先谁也不知道 这王老头 有功夫 他是干嘛的呢 他在一个摇户里头 当长工 这个姚主呢 也姓姚 他又烧姚 大伙呢 都把他叫姚师傅 这姚师傅 会练 练什么呢 练外加拳子 本领很高 这个王老头 带他这呢 当长工 干嘛呀 烧个火 做个饭 姚师傅呢 还真有点 稀老连贫 可是这老头啊 没有什么大出息 每天呢 除了干活啊 就是吃饭 再不就是睡觉 见人呢 这鼻子 留的挺长 咯里咯 咯 擦都懒得擦一下 姚师傅又很瞅不起 这王老头 给他起个外号 叫大鼻子 都六七十岁了 还得起个外号 也确实 他是自己 咯他 那么谁也没拿 王老头 当回事 姚师傅 这功夫 自己练 他也不知道 我这功夫 到底高到什么份上 哎 可巧有这么一天 街上有人说 在街上 来了一个卖艺的 还是个女的 自称是从凤阳府来的 已然把茂园当地的 众豪杰都给打败了 姚师傅文庭是 不然大怒 我要会一会凤阳 女子 好 书界上文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火源甲在李福东家里 碰上一个老头 王老头 他们要说说这王老头 王老头是姚师傅家的 长工 岁数太大了 干不了什么了 姚师傅挺瞧不起他 是因为西老连贫的 把他留在家里头 姚师傅把势可不错 经常出去找别人打去 别人打不过他 在这个安徽贸园一带 就在当地来说的 哎 他是很有本领了 那么 这天街面上啊 有人传 说什么呢 说是 有一个卖艺的女子 是从凤阳府来的 大家伙都传说这个事情 姚师傅听说这也不出奇啊 来个卖艺的女子 你们至于当新闻奖吗 哎 您可不知道 他这卖艺啊 有人瞧 他就练 给他钱他也要 同时呢 他把他要的这钱都搁在地上 谁过去跟他打 要把他赢了 把这些钱就拿走 他这是半卖艺啊 还半比武 姚师傅一听 哦 还要这事呢 那么 他的成绩怎么样啊 要不跟您说呢 上去好多人 都给打趴下了 姚师傅一听 那不得瞧下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呢 这王老头啊 在旁边听着 也没原因 姚师傅跟着传闲话的人呢 就到了街上 三步并坐 两步走 两步当作一步行步 多一事 来到长街之上 一看好 围里一大圈人 正叫好呢 有的人看见姚师傅了 知道这是咱们当地啊 有名的 啊 练武的把势 可就让开了 把姚师傅让在前辈 姚师傅一看呢 嘿 一大姑娘 十七八 浑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 正练 一二练 可这地上呢 有不少的钱 现在大约呀 已然有了这么二三十调钱了 一调钱是一千个钱 一个钱的那会儿呢 好比说能买一块烧饼 就跟现在一块钱似的 那么这个一调钱那是一千个子儿 那就和现在一千个钱 要二三十调呢 您算呢 可就和两三万了 这个钱 是他这两天卖艺的 总共得的钱数 在地上各着 链子迷烫 大家伙纷纷叫好 再看这姑娘面有得色 一抱拳 让我各位子弟老师父 说小女子来到贵宝地 人生地不熟 我呢 借咱们这一块地方 我要打把是卖一虎口而已 但是呢 欢迎方家批评指教 大伙可以下场和我打 要是打输了 打不过我 哎 你随便撂下俩签 要是把我打了 看见没有 地上我得的这些个钱 你完全都拿走 这些日子 当地让他给打的 没人敢上去了 谁上去都打不过的 大家伙都拿眼瞧姚师傅 你别瞅这姚师傅 是烧姚的 烧姚卖瓦的 手艺人 可是这个武术啊 他很有名 在当地大家伙都知道 姚师傅把得不错 为什么让人传闲话 把他找来呢 就让他打这女子 哎呀 姚师傅看了半天 那女的十七八大姑娘 这怪可乐 长得还挺漂亮 可这把势也不见得多出奇 这姚师傅一时之间呢 起了轻薄之心 他没见这姑娘的时候 没这么想 就是站这看这姑娘 练这么一趟之后 突然间有这么一种 奇怪的想法 我说 姑娘 这姑娘一听 有人叫她 水脸这么一看 在人群的前排正当件 站着一大汗 两截穿衣 高网着秀面 小辫子 在这脖子上盘着 看不出来这是干什么的 可这穿着打巴 不像链剑的 姚师傅卖布可就进了场了 当地人都认识她 就有叫号了 好 行了 姚师傅来了 从凤阳来卖艺的 这个小女子 啊 这回行了 有姚师傅管她 看看 替咱们当地人出气 姚师傅呢 卖布到厂子里当件 我说 小姑娘 你的口气大了一点 这样吧 我陪你走上三招两拾的 我跟你比试比试 好啊 无论谁都能跟我比试 那么刚才我说的规矩 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是听明白的 不过 我有我的规矩 凤阳女子一听 那么你有什么规矩呀 我呀 在此地是 烧姚的 我又姓姚 大伙都管我 叫姚师傅 我跟你打呀 也不能白打 我也不要你的钱 这样呢 咱俩比试 如果我打不过你 我输给你了 我以身相许 我做你老公 你打不过我呢 你以身相许呀 做我老婆 你看怎么样 围着这么些人 哇 一个场笑 大伙 哈哈哈哈 这么一乐 把凤阳这姑娘给扫坏了 往地上催了这么一口 呀呀 呸 你这叫什么呀 这叫男人取笑 轻薄于我 哦 你输了 你做我男人 我输了 我嫁给你 里外都是你合适啊 那咱甭打了 你这不是 要我的便宜吗 哎 这公平的很呢 这怎么 怎么叫要嫌疑呢 这俩人谈话当中啊 凤阳女子 偷眼观桥 你别瞅这姚师傅 挺高的个子 挺壮的身子 浓眉大眼 鼻子口正 嘿 长得还挺精神 挺魁梧 这根技感下场 没准真有本领 他就把我打了 我就嫁给他 也不算我吃亏 这么办吧 我出个主意 既然姚师傅是有本领的 哎 我要是输了 照你说的办 我要是赢了 看见地上这落钱了吗 啊 你得赔我这么些钱 二三十掉钱呢 不是小数目 大家伙旁边起哄 好对 就这么办 要是姚师傅把他打了 他给姚师傅当媳妇 要是姚师傅呢 打不过他 啊 这个 咱们赔钱的话 咱们大家伙凑 大家伙看行不行 大家伙看行行 都这主意 姚师傅一听 嘿 还得说当地人下当地人 那就甭客气了 就这么办了 你要输了 你嫁我 我要输了 我赔你这么些钱 反正有大伙帮衬 两个人 可就动上手了 这一动手啊 姚师傅一看 这女的能耐还真不小 拳脚也快 可惜 根基不牢 怎么呢 他这个女子练拳呢 练的还是花拳袖腿 快纵然是够快 没有什么力气 打斗当中 姚师傅求胜的心切 啪 这一脚 整踹着这姑娘身上 这脚位面重了一点 这姑娘 哎呦的这么一声 扑通 可就坐在地上 姚师傅一看上 哈哈哈哈的大笑 转身分个人群走了 这凤阳女子一看 哎 怎么把我打败呢 她不提娶我的事了 她一翻身站起来 冲个姚师傅的背影 你 你站住 姓姚的 这姚师傅也不理她 磨头还走 你 你 这姑娘怎么说呀 你得娶我 我得嫁你 这大姑娘张不开嘴呀 你怎么 你怎么不守心呢 大家伙听着这歌乐呀 有的人可就让了 嘿 姑娘 她不要你 我要你呀 哈哈 凤阳女子满面 含羞带愧 把你钱一脸 登登登登登登 跑了 跑可是跑了 没跑远 没离开这块地儿 暗寒的一打听 才知道上得当 怎么 姚师傅在家 有妻子 有儿女 开着挺好的买卖 一家的人是其中的 根本就是拿的开心 凤阳女子啊 是恨恨而去 姚师傅回家以后呢 跟家里人那么一说 王老头在旁边也听着 也没说什么 大家都挺高兴 在当地的传维笑谈 可是这个事情呢 说了些日子 也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可就过去 慢慢大伙啊 把这个事儿 可就给忘记了 哎 过了三年 突然间有这么一天 来了一个女的 上姚师傅家找她 姚师傅呢 她是烧姚的 有很多伙计 一看不认识 您 找姚师傅干嘛呀 我找的有事 您从哪来呀 我从凤阳来 哦 您干嘛呀 姚师傅在家不在家吧 不在家 不在家呀 这个凤阳女子啊 哪眼一看 姚师傅他们家 养活几只小鸡 连公带母 有这么拾了只 这女子手还真快 她腰里边系着丝涛 一伸手啊 她把这丝涛解下来了 你哈腰在院子里 转了一圈 这么一跑 一会儿的功夫 把这十几只小鸡啊 全给抓住了 挨个儿往这丝涛上捆 一会儿的功夫 捆这么一串 她还真有力气 给这十几只鸡呀 全都给递了走了 那伙计呢 还得递了走吗 哎 我说 您您您这是干嘛呀 等你们家姚师傅 回来跟她说 就说有凤阳女子 把她的鸡 给捉走了 我在官方庙等她 等她三天 想要鸡的话 三天之内 找我来 三天之内 她没来 我就宰一只鸡 再等她一日 这不有十几只吗 我就等她十几天 多等我把她这鸡 宰完了 杀光了 她还不来 我就不等她 我就走了 跟她说吧 递了这鸡 扬长而去 闪光荒庙 姚师傅回来了 有伙计跟她一说 鸡都让人给抓走了 姚师傅一听 谁呀 是来一女的 一大姐 说什么呢 这么说 这么说 在官王庙 等您三天 三天不到 杀一只 一天不到杀一只 一天不到杀一只 姚师傅听明白了 坏 甭问 三年前 有凤阳女子 在长洁卖艺 让我一脚踹个跟头 我说娶人 没娶人 就男人取消一般 这三年不定上哪 练了什么奇异的文领 找场的来了 找我姓姚的 要报仇血恨 三年前的这个功夫 也一般 三年后能练成 什么样的功夫呢 我看看去吧 就到了官王庙了 到官王庙可没敢进去 在大殿外头啊 往里这么一探头 这鸡呢 就在殿上扔着 可还拴着 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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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咯咯咯咯 都跟他正为 一看呢 就在贡官头了 坐着一个女子 姚师傅仔细看了看 不是三年前 长街卖艺那个女子 比那个岁数稍微的大一点 那个来了呢 十七八 过这么三年呢 二十出头 这个看着得二十五六 二十七八 岁数大点 肯定啊 甭问 三年前那个小姑娘 不是她的妹妹 就是她的 或者侄女 肯定她们有点联系 替她来报仇来了 那要不是那位 就好办 我别说我是姚师傅 反正她不认识我 她没见过我 为什么 我要说我是姚师傅 进去 一提报仇的事 肯定我们俩得动手 我要把她打了 这个恩怨更深 我知道她们奉扬 有多少这样的女子 三年来一个 三年来一个 我这后半辈甭干别的了 净应付她们就完了 我呀 也别给自己找事 我不招她 可是我要真打不过 人家不更寒碜吗 我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 虽然说这地儿 没什么人看见 我白赔了十几只鸡 是小事 我这个名字 到时候臭了不好 对 我不承认 我也不说我是姚师傅 我就把鸡给要走 就完了 她想了这么主意 她迈步可就进了大殿 往这儿这么一站 农眉大言挺精神 这个凤阳女子 一看进来人了 一抬头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呀 我是姚师傅那儿的 我是姚师傅那儿的伙计 告诉你说 这鸡呀 是我养的 你跟姚师傅有什么过劲 我不管 这十几只鸡 我好不容易养大了 下蛋的下蛋 卖钱的卖钱 你都给捉了来算 怎么回事啊 这女子一听乐了 哦 你是姚师傅的伙计啊 你回去跟姚师傅说 让她来找我来 那不成 她找不着你 我不管 你们俩有什么过劲 我也不管 鸡你得还我 这个凤阳女子 听完点了点头 行 那你把鸡拿走吧 那不是就在那扔着呢吗 你回去让姚师傅来找我来 这就行了 好吧 姚师傅自以为得鸡 他没看出我是谁来 他让我把鸡拿回去 反正他不认识我 他下腰啊 可就捉这鸡 这十几只鸡呀 捆在一块 他得找着这斯涛的头 递得逃走 他刚这么一猫腰 注意力都在这鸡身上 猛然间就觉得 腰眼上 捧 也不怎么 就让凤阳女子一脚给蹬上 这六管蹬得也大 你都没房呗 日啪 这寒碜 就说自己没留神 这一脚也知道 这女的 可比三年前 那女子不同 这能耐大多了 这脚打哪来的 我都不知道 神不知鬼不叫 刀一脚就把我给踹出去了 姚师傅心里这么一寒 这鸡也不要了 顺大殿可就跑回来了 跑到家去 闷哼哼往这这么一坐 王老头看见 老师傅 怎么了 这鸡让人家给拿走了 谁呀 就把关天庙 凤阳女子这事 跟王老头 这么一说 王老头一听 找他要去 我去了 我还没敢说 我是姚师傅 我说我是姚师傅的伙计 他让我把鸡拿走 我过去 哈腰一捡那鸡 腰眼上挨的一脚 我也不知这脚打哪来的 踹出我一溜滚去 我没敢跟他动手 我可就跑回来了 王老头 你要知道 丢那么十几只鸡是小 我姚师傅的脸面是大 王老头一听 点了点头 对呀 亏了你没承认 你是姚师傅 你说你是姚师傅的伙计 你要就说你是姚师傅 恐怕你就回不来了 哎呀 现在想我有点后怕 他会不会找他 咱们摇上来呀 别等他找来了 干脆 我跟你来一趟 我陪着你 咱们俩人前去 要鸡 书接上回 上回书正说的 姚师傅观地庙要鸡 让人凤羊女子 一脚给踹一肋馆 回来了 回来瞅见烧火的 王老头都七十多了 跟王老头这么一小舌 王老头一听啊 多亏你没说你是姚师傅 你要说你是姚师傅 你坏了 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叫我这么一听啊 这个女子啊 能为比你大得多 各样吧 我跟你来趟观王庙 我跟你去药剂去 姚师傅一听 别人家 你跟我要鸡去 你都七十多了 这不给我找一棺材本吗 到那凤羊女子 装一脚踹上你 再把你给踹死 你先擦着你那鼻顶吧 他老管王老头就大鼻顶 王老头用袖子一展这鼻顶 哦 我跟你去看看 不要紧的 不是你跟他讲道理 他讲不通 我跟他讲什么道理 我到那见鸡行使 这鸡要要的回来 哎 我就说我是姚师傅 这鸡要要不回来呢 我也不承认我是姚师傅 我也说我是姚师傅的伙计 你看怎么样啊 不是那他要动起手来怎么办 动起手来不会 我都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了 他能跟我动手吗 比你去吃香 比你去占便宜 我说我可不敢让您去 哎 你甭管 带路带路 姚师傅也是没办法 带着王老头 二次又来到官方庙 官方庙外头一探头 一看鸡在店角那扔着呢 凤羊女子供桌前头坐着 就跟那老僧入定似的 盘腿跟那往那一坐 他不敢出声 用手指着这那女子 告诉王老头就是他 王老头一看 躲起来 老师傅躲起来 搭着头看着这王老头 怎么要这鸡 一看这王老头啊 盗背着手 上台街外门槛 进了官王庙 他也不跟那女子说话 直接就奔这鸡 哈腰到这儿了 一抓这丝带 王起的蜜 低了转身那意思啊 低了这鸡就走 那这凤羊女子能干吗 这回姚师傅看明白了 感情这个凤羊女子啊 他这个裙子这么一摆 他这腿可就出来了 腿法太快 冷不定那么一腿 怎么踹着 姚师傅还是怎么 穿这王老头 这一脚就跟闪电下的 唰一下 就奔王老头 腰眼去了 可再看这王老头呢 他也不回头 他用这只手 逼了这鸡 这只手啊 反手这么一抄 您说怎么那么寸 整抄的这女子的脚上 这一把砰 就把怀子骨给钻出了 这个凤羊女子 脸色这么一变 再看王老头的手一抖啊 这凤羊女子 乐口大了 这一下 给扔到贡桌上头去了 贡桌上头摆着好多东西 戏哗啦啪啦 东西也菜了 贡桌也躺下了 这凤羊女子 仗着身手不错 顺帝扔一鼓的身爬起来 可已然吓得花容失色 你是什么人 王老头递了这块鸡啊 根根这么一乐 我就是姚师傅 你把我的鸡捉了 把我的伙地打了 我得拿我的鸡走啊 怎么着 不让拿还要动动手吗 凤羊女子一看 这手没法动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脚脖子就按那钻住了 他人家这手一抖 就扔我一大跟头 这怎么动手啊 但是凤羊女子一撇嘴 你不是姚师傅 我妹妹说了 姚师傅三十多岁 你看看你都七十来岁了 难道说三年之间你就长这么老吗 你是姚师傅的什么人 你实话实说 王老头一听 姚师傅也罢 王师傅也罢 李师傅也罢 反正姚师傅的鸡呀 不能让你给吃了 一天杀一只 养活这么大 怪可惜的 你要是不打的话 我可就走了 凤羊女子一跺脚啊 好 既然你们家有高人 三年之后咱们再见 撂下一句话 跑了 王老头低了这鸡 点手叫姚师傅过来 一块回到姚师傅家 到家里边 刚要伤自己 那屋去 姚师傅一把给拦住 您过来 搬了一把大椅子 把王老头摁在这椅子上 扑通一下给王老头跪下了 打今儿我拜您为师 您在我这儿当长工这么多年 我现在才知道 赶紧您是练家子 您这个能耐实在在我之上太多了 我这俩眼珠算白掌 真不如瞎子 跟您说 打今儿拜您为师 您教我能耐 把头一听乐了 教你能耐 也不是不可以 拜不拜师的谈不到 姚师傅 这些年你对我不错 可是我这能耐 我说点你不爱听的话 您说 我打几岁上 练练的七十多岁 我这个七十多年的功夫 教给你 你都三十多块四十了 这辈子你练到死 你也练不成我这样 你销不会 姚师傅一听 我不都销啊 您能教我多少 我就销多少 我也不是贪多嚼不烂 能教点 我就销点 能销多少是多少 子您肯销就行 好吧 既然是这么说 姚师傅 你想销什么呀 我就想销这接腿 我瞧出来了 这凤阳来的女子 腿最厉害 我能把她这腿接住 就行 三年之后 即便她来找我报仇来 我不失手于她 也就是了 好吧 这手功夫有个名字 叫什么 叫做夜底偷逃 你就练这一手吧 打这儿 姚师傅开始向王老头啊 学能的 别的功夫还都好办 专学这手啊 接着飞腿 这手功夫叫夜底 夜底偷逃 久练九熟啊 一年的光景 这手基本算练成 师傅 您看我这手夜底偷逃 小的怎么样 是不是成了 王老头一听 成不成的不好说呀 这样吧 我带你 我带你 试验试验 行 您带我怎么试验 跟我来 王老头 倒背手 投了走 姚师傅在后边跟着 说姚师傅他们家出来 找了一个大户人家 挺大的院子 姚师傅也不认识 师傅这什么地方 在这站着 别动 别动 等着我 姚师傅一听 那等着吧 在这门口等着 哎呦 等这功夫大了 等半天也看不见老头出来 这老头干嘛去了 一会儿 一会儿功夫 就听着远处狗叫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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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犬肺之声 又快又急 自远而近 姚师傅一看 呼 我师傅可真有出息 就看那师傅手里头啊 低了这一条活腿 后边跟着 七八只恶犬 老头在偷了跑 这狗在后边追 感觉老头偷人家火腿 人家放狗 咬老头 老头来到了 姚师傅的近前 把这火腿往他手里 这么一处 姚师傅还没明白呢 再看老头 飞身上墙头了 这狗可不管 活腿在谁那 我们就咬谁啊 这头一只狗蹭一下过来 恶狠狠 断着姚师傅可就来了 可不姚师傅吓坏了 跟人动手经常 跟这狗打可没来过呀 他一看这狗奔得扑了 他这几年净练这个了 夜里偷逃 一伸手 砰 把这狗腿可就给攥住了 这狗回不脑袋 刚要咬的手 万色一仰手 把这狗给扔出去 他有力气 一条狗满是恶犬 狗比较大 十几斤二十斤了不起了 他这一扔 把这狗扔了够一丈七八 他一琢磨 这还行 我这手没白练 还没容得 缓过脑子来了 第二条第三条 给他全扑上来 找方抓药 接着这狗扔吧 刚扔出三条口去 猛然间就觉得自己腿肚子上 让后边来一条 咔咔就是一口 可把姚师傅给疼坏了 一回头 一把 把这狗的 顶光皮给攥住 他一仰手 又给扔出去 扔出去一个上来俩 扔出去俩上来三 这七八条恶狗 围着姚师傅这痛咬啊 胳膊也给咬伤了 腿也流血了 身上这衣裳也给撕开了 一道子一道子的 一会儿的工夫 就看王老头啊 把本金领出来了 有狗奴 来来来来 把你这狗头叫住了 狗奴过来 把狗头给叫住 对王老头还挺客气 有工夫您再来啊 回家回家 杨师傅 我说师傅 我 走吧 家去吧 我给你治伤 带着家 把狗咬的这伤口 全都敷上药 包扎好了 换好了新衣裳 你觉得你这手 能内练的怎么样 杨师傅说 好给我咬坏了 七八条恶犬围着我 那就说明不倒家 多的你能应付这七八条狗了 伸手一个伸手一个 靠不上你钱的 哎 这你这手功夫就算练的差不多了 杨师傅一听 好家伙 叫老师教我这一手 我练一年多 感觉还没毕业呢 那他这一身的能耐 我是一辈子也小不完 我练去吧 打这以后 甭等老师说了 自己每天上街上找这狗去 瞅谁家养着狗呢 这狗够个儿 是真正看家的狗 咬人的狗 他就拿人家东西 拿东西他可不跑 他等那狗咬他 狗过来 他抓住了一扔 啪扔出去 再过来还往外扔 慢慢的一条两条 三条四条 这树往上涨 到最后 他又自己溜达到那大户之家去 不是他老师带他去那 啊 不用他老师带他 自己就去了 到那儿 或是鸡呀 或是鸭呀 抢人这么一只 人家放狗这么一咬他 七八只 把他围上 他挨个儿 啪啪啪 这么一摔 摔得挺老远 工夫拉着狗都不过来 怎么让他给摔胖了 夹着衣服都围着他转 脑袋也低了耳朵也搭了下来 没有敢过来扑他呢 要是不一看 这回算差不多了 连前带后 这手功夫练了够二年呢 主动的找老师来了 老师 这回您看怎么样 上回您带我去 那家我又去了 不用您带的 他们家那放七八条狗围着我咬 都让我给扔出去 黄老头一听试吗 那我跟你瞧瞧吧 又把他领了一家 这家家里狗更多 十好几只 都放出来 可摇之外真不含糊 左右手开工 就是这一手夜底偷逃 这狗根本靠不上前 过了一狗爬扔出去 过了一狗爬扔出去 全凭他就这利子劲 这快劲 黄老头在旁边看完 点了点头 行了 这时候勉强算过得去了 又要是不心里的高兴啊 没想到二年多的光景 功夫不亏人 我练成了一手绝技 转过年来 正在长街走迎面 来了一个人非是旁人 正是六年前 自己打的那个凤羊女子 这回亲自来了 俩人走一对俩 离老远看见 姚师傅在想避开 已经避不及了 凤羊女子过来 打了个招呼 站住 姚师傅 头六年 你把我给打了 背心弃异 你不仅不娶我 我跟人一扫着 你家里边有儿有女 你拿我开心 三年前 我姐姐替我钱来报仇 你家里都有个王老头 是烧火的长工 接住我姐弟一脚 摔了我姐弟一个跟头 我姐姐自知不敌 又回家了 我们接着点苦练本领 三年后 我又来找你来了 这回咱俩正大光明 我要报两次之仇 姚师傅一听 姑娘 算了吧 冤家一劫不一劫呀 是 几年前是我不对 我也是一时兴起 也赖姑娘你 夸下海口 哎 你认为我们这儿 没有打得过你的 我是一时不愤才下场比武 既然 两次你们都败了 这让我给你赔个不是 咱们算了吧 交个朋友 要不然以后 冤冤相报 何时是了啊 这就是姚师傅 随着年龄的增长 败了名师了 知道 义无止境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才肯跟凤阳女子讲和 哪知道凤阳女子一瞪眼不成 非打不成啊 姚师傅一看 那我也不怕你 六年前你就打不过我 现在我拜的老师 学了决议了 你就更打不过我了 那好吧 那咱俩怎么打呀 你甭废话 看拳子 啪过的就是一拳 姚师傅 只能是见招拆招 见事 跟凤阳女子动手 两个人这么一打呀 姚师傅一看 这凤阳女子还真长 长可是长 你没我长得多 我爱的我师父王老头 这二年多三年 我这功夫长得可比你高 猛然间就看这女子 陡然一腿 直踢自己的前胸 磕吧 姚师傅乐坏了 怎么练三年没练别的 就练街腿呀 她这时候练的最熟啊 凤阳女子一抬脚的 砰 一捞就捞着了 把凤阳女子的脚脖子给你攥住了 凤阳女子这只脚上的攥住 这条腿可不闲着 猛然间一登地 又起一腿 姚师傅心了话说了 我跟我老师小房的就是你这种连环腿 这只手一抄 捧 把凤阳女子这条腿也给抄住了 往回这么一带 往外这么一蹦 啪 仰手 凤阳女子只扔出口两丈多远去 可是姑娘的功夫尽 半玄空使了个要子方身 捧一下 还是双足朝地站住 姑娘转身 冲着姚师傅冷哼子密声 哼 姚师傅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你转身 登登登登登 走了 姚师傅一听 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 那我就算死了 可你败给我了 怎么到我死了呢 哦 明年再找我来 练一年功夫 你们今儿俩倒着班来 欺负我就跟一个 哪怕什么呢 这一年我还跟老师小呢 怪可乐 这句话都说完了呢 他也没往心了去 姚师傅就往回 回走 回到家 一看 师傅王老头啊 正烧火呢 他不让老师烧 但老师说咱还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过来给老师请安 师傅 王老头啊 往火里边 往火里边添皮 他猛然这么一回头 啊 哎您把他姐姐给打跑了 他要抱两次之仇 我在长街碰上他了 怎么动的手怎么动的手怎么一说 老头一听 他是连环腿你接住了 我接住了 接住之后一发力 我给扔出两张多远去 他说什么话呢 他说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 哎呀不好 姚师傅姚师傅 你已然身受重伤 三天之内 若然不至明年的今天 还真就是你的 忌日 好 听众朋友